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会议时里正在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 其中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名震贾A赛场的金绍陆俊 而这笔捐款却是来自于他此前牵涉的一场官司 1998年贾A联赛首轮 广州松日主场0比2不敌大连万达 赛后当地媒体爆料 陆俊受贿20万元 黑哨一词瞬间引发圈内地震 陆俊随即以名誉侵权 将这家报纸告上法厅 并且最终胜诉 也才有了后来这一幕爱心捐赠仪式 然而十多年后 当陆俊再次走进法厅的时候 他的角色已经从原告转为被告 而曾经金绍的光环也已完全褪色 成为千夫所指的黑哨 中国足球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话题 甚至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不会让人开心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 原来除了承受失败的痛苦之外 他们还要承受黑哨这样的讽刺与欺骗 这个时候谁能淡定 今天看来 所谓黑哨 其是和存在于中国其他行业内的乱象 别无二致 究其原因 无非两个字 钱和权 拿钱办事 这是黑哨基本行为准则 我们不妨称之为钱哨 2004年 史上著名的钱哨周伟新 出现在了沈阳金德队的主场 在一连串目的性极强的表演之后 委屈的北京国安 愤然霸赖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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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借而出 不借而出 我怎么借 还借而出 金德 就有个 当时叫刘洪的 他是领队兼 助理教练 他就打个电话给我 就叫我 因为这比赛 对他们都很重要 然后就打电话给我 叫关照一下 我就 答应他 我说 尽力而为了 判给 金德一个点球 后来也证实 这个点球是错判的 事后 虽然中国组协 也从技术上 认定这个点球为误判 但最终的处罚决定 还是各打50大板了事 完了过一段时间 他送一笔钱 你放心 就算你停赛 就送了20万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顺利完成任务的周伟新 在赛后 差点没能拿到 那笔贿赂款项 如果说周伟新的 拿钱办事 是黑哨的本质 那么 黄俊杰的 不拿钱也办事 才是中国足球 黑哨泛滥的根源 这就是 著名的官少 这是2009年 广州医药 与青岛中能的比赛 青岛俊乐部出来 也不能给我打电话了 我当时就 我说我领导还没安排 他说 老王你发现 这都已经 你们领导都已经 走好决定了 当时李东生 也给我打电话 官少 老总 什么老总是男人的 什么 谁谁谁 又是杨一鸣的同学 你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场上 这是哪些 要帮我们 然后保留 放的之前 我就坚决不送 我不是 我是因为 为什么这领导 都给我打电话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 在这场比赛中 关少 关少黄俊杰 很好地展示了 裁判在球场上的 威严和不可撼动的地位 当然 也很好地完成了 领导的指示 因为我们的进攻 根本就到不了 对方的山区前沿 你见过一场比赛里边 大部分都是 吹进攻球员 放轨的比赛吗 我没见过 就一个尺度的问题 相对来说 对广州队 我可以 这个球我可以吹进点 相对来说 在青岛队上面 我可能放松一点 但这个我一定 在执行规则的 在规则的一级下面 我说的是 我说这个球能这么吹吗 我说你这个球这样吹 这不是有点过了吧 开始我只是说过了吧 反正就有点脏话 我承认我有脏话 没话讲 他可以给我黄牌 黄牌完了 我说完了我就更急了 我说你 反正大概意思 我忘了 反正大概意思 就是说你吹黑上 你消了多少钱 我说到你的痛处了 所以你会把红牌 给我发下去 我只能说 做人心虚 对不起球迷 对不起父母 我唯一对得起的 就是我入线这般官员 在官哨的保护伞下 黑哨的交易 自然摆脱了 暗箱操作的阴暗与尴尬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来去自如 怎一个爽自了得 有时候就是 脑子也是比较清楚 就知道 这个对和谁 谁关系比较好 老子已经比较清楚了 他给你打一个电话 有时候给你发一个信息 你就 脑子就应该清楚了 曾经有一句话 实际是花钱买公平 实际是买心理的一种平衡 当然最终他是希望能够获得利益 2003年末代甲A 那场关键的上海得比 陆俊和张建强 就联手 把他们手中的所谓公平 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大概再过了两周左右 一周一周多的两周 我记不记得 是人基本清楚 然后呢 我也去除去 把他找一家的帮室 然后他就把这个钱给我 分的最后一看是70万 是最后 最后陆孙我们两个一人 把这70万给分了 是这个现金的还是什么 现金金 装在一个什么 装在一个 那个租协那种纸袋 我们租协大 有些官员参与军军 在自己的办公室 就把钱就分了 大家想想 这得有多大胆啊 是不是 当你手中的公平 渐渐发生清洗 局势只会慢慢失去控制 纵使你是货真价实的金哨 也无济于事了 获得金哨首先得公正 判法要准确 人品也得过关 但是呢 咱们谁想到金哨 也出现这种问题 那就可见 中国做的加肚 黑血量是比较严重 一个人想在这种 就是这种金钱面前 就是反复考虑自己 我觉得确实 反正我觉得 我没有这个能力 去抵御这种内容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良好的一种监管制度 但是我不能赖这个知识度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环境 然后如果凭 完全靠个人的一种 那种去能力 去去抵 我觉得还是 反正确实我 我不行 我不行 官哨 前哨 黑哨 在权权交易盛行的大背景下 向黑哨宣战 似乎成为了一件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毅明先生这样说的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 在中国现在的裁判当中 有两个裁判 是不可能收受贿赂的 一个人叫刘铁军 一个人叫刘铁军 一个人叫孙宝杰 我听了这句话 说两句话 我感到很吃惊啊 什么叫有两个裁判 是不可能收受贿赂的 此话的另一声含义是什么意思 2001年 一份黑哨名单 来到了宋卫平的手中 圈内顿时人心惶惶 凡是能够主动 向中国诸协讲清问题 退出搜收俱乐部权档 检查深刻的 将故意曝光 并继续实验 用行规来解决法律问题 正是中国足协 当时这种所谓的自首政策 为这次打黑行动的走向 写下了注脚 一个替罪羊 和无数的遗团 就是说现在在座的好多人 就是因为裁判 真的失去很多很多 包括自己的爱好 你让开会训练 好多好多事情 把自己的一些爱好 真是失去很多 他为什么 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裁判 2001年12月 浙江方面收到了一封 题为 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 自白的匿名信 当时很多人猜测 该信作者 就是假A裁判 龚建平 蹊跷的是 当时这场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 却随着主动自首的龚建平 铃铛入狱而终结 其他裁判 以及其他涉案人员 再无一人受到任何处罚 获刑两年之后 龚建平因病去世 也没有在第二个龚建平 出现在法庭上面 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会不了了之 我的判断是 被人工流产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事 同样是在那一年 后来的中超金少孙宝杰 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如果我有钱我不这样穿 如果我有钱我住大房子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可能会做更好的事 是吧 但是我讲 我不羡慕别人 今天 当年的一大把金少银少 都已经被抄录在了 中国足球的黑名单上 从此绝技江湖 但当黑哨已成往事 中国足坛 关于哨的话题 却从未停歇 点球 这球不是点球吗 这怎么一点反应没有 这不是点球 什么是点球啊 这老外真是个老外啊 你这老外就是老外 这不是点球是什么 中超第二十轮的比赛 北京国安队 什么 看错表了是吗 不会吧 您结束哨都吹完了 说继续比赛 球已经抱在你手里了 昏哨 嫩哨 不靠谱的杨哨 中国足球 关于公平的争议和愤怒 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1994年 正是陆俊 在成都体育中心 吹响了中国足球 职业化的开场哨 二十年后 中国足球 关于公平的哨音 究竟 又该由谁来吹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